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月1日 亦要講講有個嚴正聲明 因為那班人仍未走 所以希望大家廣為宣傳 不要被人騙了 今天的行業方面 你看到升跌也是挺均等的 在較早時 十時時 升是多於跌 即是稍為似乎到現在 十時時時後 表現就慢慢出現了 今天做得最好的是貴金屬股 原因很簡單 又說美國的散戶 又要有一個反沽空白銀的行動 我自己覺得 是對的 是有散戶參與的 不過 看清楚 我們現在是散戶的話 就要相信有一件事 你不要真正相信 以為真的可以集役成球 裡面只不過是大鱷吃大鱷 有關這一點 我明天會有篇文章說一說 所以 不要以為 散戶的力量 是會大得過一個制度的力量 以及 是一些大鱷的力量 死了的是那些小鱷 不是大大鱷 是一些大大鱷 把小鱷和中鱷 不過 發動了一群散戶 去幫他們完成了這個 這個咒鱷的行動 好了 恒生指數 在2月份 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升了五百多點 還回到這裏 2百7 之前我們講過的 不要跌穿293 跌穿293可能會 是比較低的 在這點裏 2百0 到不到呢? 今天反正是五百多點 其實之前也有2百2 2百1 所以你說2百0到不到 我真不知道很不好說 但是 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日線圖上面 它已經跌穿了保利加通道的宗族 還有一件事 留意保利加通道的宗族 放大它來看 是有少少的曲墜下來的 若然是這樣的話 我只是講了一件事 朝向保利加通道底 這裡的傾向性是比較強的 這個底位是27,000 今天有幾個朋友 都一起問汽車股 問來問去都是那幾隻的 吉利、比亞迪、長城等等 因此 今天我就會將這幾隻股票一起講 就大致上講了一個中國 未來的5至10年 可能汽車業 大家如何對比 吉利 首先看 近日一直都是資金流出比較多 這裏是月線圖 跟着月線圖 這裏就在大約35元 升穿了 一直在這裏 最近在30元上升穿了 最近下跌到28元附近 我自己個人覺得 這裏可能會用手指貝利加通道 月線圖的上軸 如果在周線圖 就已經跌穿了 日線圖 就更加跌穿了中軸 你看到它又彎彎的下來 因此 我估計 吉利還要向下調整一點 在這裏的 這裏大約是26元 即保利加通道是下足 即下支持是26元左右 我估計大概是25至27元都有支持 好 接著到比亞迪股份 Belly灣這個月線圖 月線圖這裏是一個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去到這裏 亦仍在月線圖的保利加通道上 仍在 周線圖就已經跌穿了 下跌穿了 上軸的下跌 日線圖就更加跌穿了中軸 接著有人問是長城汽車 長城汽車 長城汽車近日都是有資金流出的 在月線圖上 這裏都是一個歷史新高 去到這裏 去到支持起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月線圖 周線圖又是跌穿了 跌穿了 然後向中度邁進 日線圖更加清楚 是已經向下這裏 試了下軸的支持 有一個不太好的趨向 似乎 這裏好像會擴散 大家聽說 之前我已經說過了 擴散完了之後握頸 握頸之後再擴散 怕它會再回落 四個圖 我們最主要大家看看日線圖 這個長城的日線圖 六個月的 這個是比亞迪的日線圖 六個月的 大家看到三隻汽車股都是不約而同地 下破了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即時正在進行一個調整 這個調整 似乎長城汽車走的調整 走得快一點 因為你看得到它是中軸 你已經視到下支汽車位 比亞迪 仍在這上面 眷戀著日線圖的中軸 而吉利 亦跌穿了日線圖的中軸 三隻之中 以長城的走勢較弱 吉利刺資 比亞迪 是比較堅強一點的 那怎樣做呢 其實這三隻汽車股 他們各有千秋 我是會覺得 他們這三隻 將會是 等於美國日後的通用汽車 傑士納和福特汽車 所以如果你要買汽車股的話 我會傾向是 資金平均分布給這三隻 在這一點裏面 我的傾向就是 不知道哪一隻會跑出來 原因 因為現在的汽車 已經不是真的一個鐵殼 四個輪子加一塊電池 最主要的 還會有一件事是怎樣 要鬥幾件事 第一 一定要有無人駕駛 自動導航 接著 還有車型 早期車型不是很著重的 大家都差不多了 但是 大家很清楚知道 駕駛電動車的人 通常都是所謂的 是環境保護者 是覺得有個心的 叫做有貼士的 他們日後真真正對的車 車型的格 是比較重視的 只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一個電池一日不做好的話 所謂新能源汽車 是環保汽車 是嚇唆 是騙人的 電動車絕不環保 因為電池是絕不環保 它一定要解決電池 用應用材料 及一個有效回收的電池 才可以清得上環保 若然不是的話 在這點裡面 對所謂的氣候改善 不要跟我說了 在這點 大家的發展 因為都是走進一個新科技的領域 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資金是平均分配 會比較好 如果你問我 我沒有那麼多錢 我只有有份買一隻 很簡單 就去黃大仙抽籤 上中下籤問問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就告訴你 吉利 我是有偏見的 不要跟蹤我 如果吉利突然死了 那怎麼辦 找兩隻 其他兩隻 因為我錢不夠多 如果錢夠多的話 就買足三隻 可以考慮 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這就是我對汽車 從走勢上來分析 但是 真真正確來做到的話 還要看接下來的幾年 特別是在三、五、七年裡面 他們的一 技術方面的發展 二 打入國際市場上面 那個能力 因為你只賣中國佬的車 是真正 多叫十四億 一人一駕 這樣沒理由 其他地方呢 當然 還有一隻的 五零汽車 不在這裡 五零汽車是一個儀數 它不跟你搞其他東西 它死做一點 便是一個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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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 這個所謂走極低價錢路線 是否都可以爭取到銷量 不過 盈利可能就有些困難了 好像賣白粥 沒錯 沒錯 你可以賣到很多碗 不過是斗領碗的 所以有時有些時刻 就是要 是要 踏石仔的 是要是要 金魚鑽石仔 以及它能夠有效來控制到成本的話 鑽石仔 都可以成為雞口 而不是起牛口 這個就是我自己對中國汽車股未來 以股炒股方面的角度來看 然後看看有朋友問是碧桂園 碧桂園 今天有少少資金流入 整體來說這個是月線圖 現在你看到碧桂園的月線圖 它是由6.7元左右 最低達到一個多 一路炒到上去16元 現在作為調整一半左右 就起這個橫行 這個橫行 這個是保利加通道 似乎有一個拉閘的豬嘴的形況 這個低位是6.7元左右 可能這個就是真真正正 它這次調整的低位 真亦都可以是再走下去的 不過無論如何 我估計碧桂園 目前這裡還需要一直橫行 起這一點 有貨的不要浪費 先走了 上面 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上續 是11元 然後下面這個保利加通道 就是8.5元 我有的看法就是 它可能會先試下來這裡 再上去 我又認為碧桂園 升勢是未止 即是說這16元 不是它最高位 不是中極高位 是之後還可以調整完之後 再可以扔上去 那扔上去多少 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M字形走勢的話 真真正正 這個扔上去的 可以扔多 由這位計算 是扔多成10元 即時它可以去到達成20元 即時它可以去到達成20元 不過這些呢 在說先 在做夢 首先第一件事 你先升穿10元 升不穿10元 什麼都不要跟它說 市盈率 市盈率是不高的 市盈率是不低的 好了 最近周線一年圖 你見到 就好像需要向下試一試 不過由於有8厘息 也挺好頂住的 日線圖 已經升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下支支位 通常這些支支位下穿了之後 你看看它會不會有機會 彈上去 若然如果彈上去的話 那就可能是見底了 不過 你剛剛才穿的 所以還要找幾天 這個就是碧桂園 有朋友問 我之前曾經說過 盈副基金 起以18元可以考慮一考慮 他說 他打算用五柱錢買盈副基金 問如何部署好 若然是這樣的話 第一件事 看看又是越線圖 盈副基金 在31元這裡 是見了一個高位 當然 前一、兩年的話 恆生指數是見過32.2元 然後最近是長分上去 這是越線圖 換言之 盈副基金是由8元到31元 這裡 現在進行一個很長時期的橫向整股 其實過往那幾年裡面 恆生指數是橫向整股的 橫向整股之後 經過一個這麼多很長時期的整股 這個長時期的整股 是由現在差不多一百年開始 2018年開始 整股了幾年 只要它不要跌穿這個下軸 這個中軸 中軸就是25,661元 它在這個越線圖上 是會有條件繼續移動上去 就像這裡一樣 它可以下來試中軸 不過再上去 若然是這樣的話 這個真真正正 若然我們從這裡 如果以恆生指數計 是10676元 升到3萬點 這樣就當它升到2萬點 我們現在這裡又升2萬點 從2萬點這裡開始 升上去2萬點 那就4萬點了 4萬點就是我以前一直所說的 大約可以去到3萬8000 二到4萬2 不小心 就去5萬2、5萬8000 這個又是法務 不過技術指數它告訴它是這款 所以這些朋友如果你想買盈副基金的話 我會覺得可以的 一 最近它調整一下下來 看看它會不會先調整 這是周線圖的 周線圖來到這裡 離開了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它已經跌穿了中軸 理論上 它是下來示範下軸 下軸是多少呢 27、25、7 27、25、7 就是大致上 是起我所說的2萬8000 或者28元盈副基金 之後再低1元 所以我所說的支持 可以去25、27 27是看這個位置 25是看哪個位置呢 25是看月線圖的中軸禮 25、661 若然如果是這樣的話 部署似乎應該是 似乎應該是 去到2萬8000的時間之中 買得住 再接著去到 見到27000的時間之中 買兩柱 即是用了三柱錢的 即是28000買一 買一元雞 27000買兩元雞 如果再跌下去25點 很簡單 你五柱錢 買兩元雞 在這一點裏面來說 我會看恆生指數 是很難跌穿 或者沒甚麼機會跌穿 25000 我比較傾向 它跌了28000至27000之間 若然 它跌了28000 它不再跌穿27000 那怎麼辦呢 蓋上來的 就再追它 為甚麼呢 如果你要看月線圖 假設真真正正在這裏 其實它最好跌穿了中族 真的好 跌穿了中族 上來 在這裏就買了 是嗎 它死人都不跌穿中族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否一直繼續追上去 因為如果要追上去的話 它可以好像這樣 記住 月線圖 營賦基金的中族 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位 凡有跌穿中族 就要出貨 我亦不是說 拿著營賦基金 就永世不出貨 它有跌穿中族的可能性 以月線圖計 就要出貨 升穿的 就要賣貨 跌穿了 就要出貨 升穿的就要買貨 那你說 嘩 這裏出 這裏買 那便很 貧貧撲貨 我想買了之後 我就睡覺 不理會它 可以的 不過 問題就是在於 市場不像你想睡覺還是不睡覺 賺錢 是要有些勤力的 好像這裏這樣 它會不會繼續上去呢 它可以的 真亦都可以先調整 因為這是周線圖的真正告訴你 以及日線圖的真正告訴你 我真的會跌下價 若然是這樣 當然如果在這裏 它再升上去 你就再追 那你開之後的時鐘 都是看著一件事 你說 啊 這個 這個是 月線圖 月線圖 我可以讓你看到的就是 這裏就是走來走來走去 在這裏 從沒有走來走去的意念 這裏都是沒有走來走去的意念 因為它沒有跌穿了中軸 所以這一點大家可以看看 你想勤力一點的 就用日線圖來炒 你想比較可以坐下喝杯茶 那你就用周線圖 你不是 我想大教訓 一教訓成 看看南柯一夢 是發了達 還是破產 我覺得盈貝基金 又不會破產的 這樣你就用月線圖 這就是我的看法 今天推介的股票 是799 AGG 今天它升了很多 這支是什麼股票呢 是一支遊戲股 最近很簡單 都說 爺爺不讓你回家過年 所以大家就要打手機 這個 我又覺得是神經病 你和人們在車上 會不會 不打機 回家 是不是真正跟老爸聊天 大家閒話加上 又不打機 喜歡打機的人 坐塔時都在打機 所以你告訴我 即時就地過年 就可以刺激打機 不是說不會多了少許 不過你要看回家過年 都一樣會打機 搭一輛車 如果車上可以有Wi-Fi 有什麼東西的話 或者有網絡 它都可以用這個 就這樣買網絡都可以 一樣打機 因為在車上更加苦悶 沒什麼好做 你在高鐵上 不打機 混在那裡三天 你用人去做什麼? 踢球嗎? IGG 你看到月仙圖上 很有趣 大家不太清楚 竟然挑戰著 是四頂 今時它是11.94元 最高位是12.6元 若然它是挑戰這四頂而成功的話 是可以見什麼? 這個就當它是12元 這裡就當它是3元 算吧 12元和3元之後 中間的12元就要加了9元 因為你還不告訴我 這個不是頭堅 第二 挑戰了9元上去 12元再加了9元 很簡單 這是21元 怎麼做呢? 我又不知道它是否挑戰成功 很簡單 遊戲股 升穿了12元 我就買你了 或者 你等它跌少許 我又買它 這個就是 跌下來 我買它 升上去 我追它 就是這樣 這個日線6個月 這個日線2個月 好了 那究竟IGG 為什麼會突然飆升? 很簡單 遊戲股 每個遊戲都說可以摘地 在就地過年 可以有支持的 為什麼它今天升這麼多呢? 其實 我們要看回 它本身 是拿著了 心動這個股票的 最近心動升了 就是 即使媽媽養著兒子 現在兒子18歲 讀完書出來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余黎珍 當然我所說的都是我時代的那種遊戲 現在的人都不知道誰是余黎珍 就是白燕 或者白燕 照大了張英和張宏柔和胡鋒 他們三個都出生了 那白燕 不可以就是補盡金來 現在這個都是這樣 就算今天那些好像是禁封李業 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又知道要炒這個電潮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它之前拿了澳洲 一些利礦的股票 澳洲的利礦股票 去年已經是澳洲圓的鄧特問題 跌到舊 突然之間 今年這幾個月 因為人家是炒氣的股 澳洲的投資 升了很多 所以回來之後 就有回報 那個回報 就很抽多了 這就變成了怎樣? 就不是在業務上 是得益的 而是在炒賣上 或者在長線投資方面 其實你不可以說炒賣 他只是投資 我只是做這一行 為什麼不可以買賣別人的那個呢? 即使我不用做 我只坐在那裡吃別人 收別人的息 其實這也是對的 都是抗轉的業務 因為你買別人的股票 是容易 買別人的控股權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 大家現在都要知道 每隻股票各自 收起來有哪些以前的投資 是一招可以這樣賭 是發財的 好了 在這一點裡面 這是以前推介的股票 這就是第一顆觀眾問題的股票 如果你想看看市場如何 我又未必能回答你的話 你可以在這裏看看 有沒有之前的朋友 問過有關的股票 可以給你 也要有些參考 當然這個表上 可能會有一點落後了一點點 因為已經是過了之前去看 現在可能已經世界有變 多謝大家